你弄到我的腳 跟你弄到我的腳 你... 你... 聽到了 別開 不易 聽到了 現在才搞懂了 你弄到我的腳 你撞到我下面 不是,我覺得我好猜 我剛剛進來聽得懂他講什麼 十一點熱炒店 這個字 尤其跟你講 你的不得體的笑話 老派的笑話 其實國台語混雜有時候會 像譬如說... 你撞到我的腳 會台語的要怎麼說 你弄到我的腳 我那時候我成長習慣性 我會接話 你再講一次 你弄到我的腳 我怎麼弄到你的腳 什麼意思 有變嗎 什麼意思 是不是意思一模一樣 對,意思一樣 我覺得海軍知道了 有沒有不一樣 你翻譯一下好不好 我聽不太懂我太單純 你講一下,我不懂嗎 我是客家人 其實我聽不太懂 所以他那個是不懂的表情 風淇,你聽懂了嗎 沒有,我台語真的不好 我真的聽不懂 你弄到我的腳 你弄到我的... 你弄到我的腳 對 跟你弄到我的腳 你... 你... 聽懂 變態 不易 聽懂 現在才搞懂了 你弄到我的腳 你弄到我下面 不是,我覺得我好彩頭 我跟他竟然聽得懂 他講什麼 海軍,你是不是第一個 聽得懂的 你第一時間就知道了 你... 你不單純耶 不是 我本來以為 你是一個很簡點的人 搭配他 什麼簡點 我真的跟妳簡點 什麼 這種舞蹈笑話 怎麼可以跟老婆講 對,我都在外面跟他講 不是,在外面更不能講 所以只能跟紅家跟老婆講 都不能講 這個不能有針對性的 例如說你在片場 你跟同劇的女演員 就不能開這種 或我們在公眾的戲 你就只想性騷擾 對,我不會說 也不可以 因為我... 人看人 因為有的女心三八成性 很愛聽 每次都... 你不要講 另外一個耳朵都不誤 你講一個,他回十個 我突然想到 我老公有一次在家 他也是講類似的 但是他也跟你剛剛一樣 一直在那邊 講完在那邊笑 問題我笑不出來 他說 他說 你中午要吃什麼 然後我就說 我想要吃麥當勞 他說為什麼不吃肯德基呢 我說麥當勞的薯條比較硬 他說你看吧 這就是 叔叔跟爺爺的差別 麥當勞、叔叔 對,叔叔比較硬 爺爺不行了 對,因為我覺得其實很多 圈內的藝人都會... 好好笑,你老公 都會用這種方式 他現在哥哥一懷 為什麼就不擦響出來 他覺得他輸了 對 那你老公講完這笑話之後 你會自止他嗎 會 我老婆也會,真奇怪 沒有,我跟妳講 妳在家裡自己講就算了 可是妳知道有些女生很敏感 他就是不喜歡 對,他就覺得說 妳講真的很冒犯 我們自己沒差 反正他講的 我就已經笑慣了 就算我真的 習慣了 對,我就算了 就是冷笑 對 可是別人不這麼想 你要想想看別人如果覺得說 他是一個不正經的人怎麼辦 私下跟妳說可以 那就是情趣了 私下好笑,沒關係 他每天都在笑 每天都在笑 十二年一到就要開始講 他是這樣 無時無刻 袁正,妳老公私下 會跟妳講黃色笑話嗎 他完全不會 因為他就是一個不好笑的人 我跟他說你不會開玩笑 就你不幽默 你就少說話 就少半點錯 這樣喔 可是倒是我工作環境 就是很多 像玉琳哥這樣的 很多精采的日常生活 傳說中的 小弟哥 小弟經理 都會在棚內 在化妝間就開始 就是訓練他的日常語言 對 後來我都會 因為聽很多 所以我資訊也很豐富 所以像大哥要講說 袁正,妳知道 我是一個很震驚的人嗎 我都吹默 我就會默默地幫他接下一句 唱夢靈 對 但大哥就笑不出來 我就說我讓你常常那個尷尬 後來就破了 被迫 玉琳,妳講到一個智慧跟真理了 女孩們怎麼面對黃色笑話 見怪不怪,奇怪必敗 對 她講什麼 她期待妳什麼 期待妳嬌羞 或者驚慌 有反應 如果像雲珍那樣 她講上臉妳對下臉 對不對 或者她講完以後 妳再回她一個 她就覺得無聊 對,她就不好玩了 她自覺無趣 變態 變態的人穿大衣 在你面前把大衣掀開 她期待什麼 其實 她要的是這種感覺 如果她走到你面前 把大衣掀開 妳淡然處之 我看過比妳更大的 就無聊了 對不對 玉琳哥在教我們自保的方法 對 但是我們給又欣一個平反的機會 好啦 妳講一個真的讓他們覺得好笑 到現在為止 你每個我都覺得好笑 但是給我好笑 其實我只有有顏色的好笑 我沒有顏色的都不好笑 你挑戰的重點是 因為宋哥都臭屁 你挑戰讓宋哥笑 臭屁 我這個很老派的笑話 對,你對上這個講 譬如說 你知道有把大象關到冰箱 要三個步驟嗎 開冰箱,放大象 再把冰箱關上 所以我覺得他們都聽過 那我長幾度放進去呢 老妹不討喜 什麼意思 你說什麼 你有沒有看我講清楚 大象怎麼了 因為老妹什麼都知道 她都聽過了 她都聽過了 妳去講給18歲妹妹 妳真的 繼續來 那如果把長頸鹿放到冰箱 有四個步驟 四個步驟 把冰箱打開 把長頸鹿 放進去 再壓進去,再關起來 不是 妳把冰箱打開對不對 對啊 妳要把大象拿出來 對啊 這個也不好笑啊 因為前面已經有個大象在裡面 就是這個意思嗎 對 我覺得不好笑了 繼續 還有 如果妳在 有天動物園開動物大會 所有的動物都到了 結果動物沒到 妳知道是什麼嗎 什麼 為什麼 長頸鹿 因為他在冰箱 好無聊啊 挑戰朱海君 朱海君 因為他老公太好笑了 對啊 NO哥我們師兄太好笑了 一般有幽默感吧 一般嚇壞他會吐 他在吐 因為你知道嗎 有一些幽默感 真的是要七分的天分 對 然後三分 息息感很重要 而且NO哥不會讓你覺得討厭 對 耶穎哥 我很隨便 但是我都嘴巴講講 然後大家都知道 我很疼我的小孩 但是他如果在歡的時候 我老婆都會很生氣 我說妳生氣幹嘛 如果真的不喜歡他 你就把他頭套起來 打去丟掉 這只是隨意講了 我都不能真的做 這一定開玩笑 但是我老婆 我老婆因為 我老婆比較年輕 所以她對小孩真的會比較 很直接的交法 為了換取未來比較幸福 譬如說抱 我沒有辦法聽到我女兒抱 哭第二聲 第二聲之前 我就會去把他抱起來 然後 你就抱起來了 差不多是這個 我老婆就說 你不要讓他哭 這樣以後你不在的時候 我怎麼抱 對 其實我有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我發現我不在以後 我不在以後 你抱不抱我就聽不到了 其實你也算是一個 性情中人 我算個老來得子 對 老來得子會比較敏感 這一點我就倒滿同意的 就是小孩當他還在小的時候 我們當媽媽也會這樣子 因為NO哥有時候 一聽到小孩在哭的時候 就我們兩夫妻 長輩就說 小孩哭就讓他先哭一下子 不要讓他一聽就去抱 他這樣會習慣 他越來越大 他也是要讓你們抱 你們哪受得了 一開始真的是我們 剛新手爸媽的時候 是聽不進去的 一聽到小孩 然後 前奏來了 我們就過去抱 那果然 真的就成了一個依賴 真的 真的比較不行 就是講話也是要圓潤一點 我對我老婆講話就 她已經習慣了吧 習慣了我這樣 所以這是我們夫妻的 另外一種情趣 有的時候是小孩哭我們就抱了 老婆哭的時候 我們也不抱 很奇怪 對 妳老婆哭的時候 妳會抱嗎 不是 我不抱 我很認真 不是我不抱 不是我抱不動 其實我們都是跟老婆在開玩笑 對 對啊 都只是好玩 其實真的夫妻兩個在一起 這種我們都是認真的 想要讓妳開心 就是女人不懂我們的幽默而已 對不對 欣宜 對 我真心 我真心佩服你們兩個人 我們不上這一集節目 我們五位都還 真的到現在都無法懂 真的 我也無法懂 我覺得你們要很感謝你們老婆 能夠願意包容你們這種 幼稚的孩子心 真的很偉大 要跟老婆說謝謝 而且你有發現 而且你老婆已經不見了 你老婆已經不見了 他跳下去 好可惡 他不忍心在這邊 待會兒要吐槽我 對不對 我老婆說 我如果乖乖的上節目 他要讓我一個月 糊爛五分鐘 但老婆耐心有限 以前我老婆 一直很捧我的腸 就是不管講什麼 她就像梅亞班尔在那邊 燦笑對不對 我剛剛不是講話 三 五年以後 特別是五年以後 她完全不演 就是我在那邊耍幽默 結果她在那邊滑手機 然後突然就跟人家講電話 打毛線 打毛線 毛線要退一點 不要檢討 好慘 然後我們就想說 以前是怎麼回事 以前難不成都在演 就只是為了 迎合你這樣 迎合我們 想想也滿悲哀的 對啊 他想說改變不了就算了 現在好像是我們給你們 反應你們就會一直無限上綱 然後就覺得說 自己滿好笑的 然後就一開始一直 淘汰不絕 當然 前期也不是說在演 應該這個女生是真的愛這個男生 所以她的一品一笑 她們都覺得很有趣 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還是送你們一句話 還是要 出什麼 莫忘初衷 別忘了 最初我們在一起相戀的那一份純針 我懂他們的意思 因為剛剛認識的時候 女生 男生不管講什麼 女生都這樣子 拖著腮這樣 好可愛 然後這樣子 覺得很好笑 可是因為現在日子過久了 婚姻也久了 所以孩子也生了 我們的事情很多 沒有時間聽你們在這邊耍寶 所以我跟妳講 又欣 如果妳老婆持續對妳的笑話 不買單的話 人有求生欲 生病會幫自己找出口嗎 妳發現妳在妳老婆面前講 她都沒反應 遲早妳就會講給外面的女人聽了 我還真的不敢 你不要一直教壞人家 原來 我都會有這個狀況 像我老公他自己知道不幽默 所以他會看玉琳哥的影片 他就會把它複製貼上 再跟我講一次 可是玉琳哥笑話真的很好笑 所以我還是會捧場地笑一下 因為他有這一份用心 我就覺得 這樣是可以讓家庭氣氛好一些 那如果妳聽過了 妳還會 我還是會給點面子 畢竟日子還是要過下去 我如果講過第二次 我老婆就會這樣 她有一次跟我比這樣 第三次了 聽過三次了 會這樣 我就講的時候 朋友笑得一塌無土 結果我老婆一個人板著臉 朋友就說 妳怎麼都不笑 聽100次了 還笑我錯了 生活中幽默感真的很重要 男生也是用心良苦 就是為了用 有的時候我們一怒起來 他們就用一些他們認為 自認為的幽默 來化解我們的動怒這樣子 就是轉移我們的 兇狠的目光 算有心的 算有心 男生 所以他們自己笑得很開心 有的時候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他們要笑多久 他們只是為了希望他們的笑聲 可以把我們帶到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就忘了要罵他們 其實觀眾的掌聲就是我們最大的動力